在家裡難免貴父母親會意見不同 就上次我講的我們內府這裡發生了 一把火燒掉五叔六命的這個命案 血案可以講說是命案 他的父親因為跟兒子跟媳婦住在一起 跟孫子住在一起 那因為他父親的這個老妻 在兩年前死掉了 那季末就起了一個 東南亞的柬埔寨的一個少妻回來台灣 才二十幾歲而已 那父親已經六十幾歲了 那麼這種起進門以後 他兒子跟媳婦就非常非常的排斥這位少妻 那就常常在他爸爸面前 要把這個少妻趕出去 那麼有一次就在祭拜他的母親亡我的時候 大概是這位少妻來得太晚了 他兒子就在那邊握眼握移出握口 那造成父子兩個在那邊打起來 那做兒子的竟然把爸爸壓在地上 就非常的不肖 所以有眼裡之傷 循序消失 你要去跟爸爸懺悔說對不起 他沒有 所以他爸爸常常在家裡悶悶不樂 唯一最快樂就是抱著孫子 到旅長家去聊天去訴苦 去講他的寂寞 結果後來他兒子就算進出 就要叫他爸爸搬出去 要不然就是要把那個少妻趕回去東南亞這個國家 所以他爸爸後來就產生一種恐慌的心理 那加上社工人員引導錯誤 叫他的少妻搬出去 所以後來我們在檢討責任的時候說 是誰出這個主意將他搬出去的呢 他人都會有執著 他有勤子啊 對不對 結果後來他爸爸越想越難過 就要同歸以盡 就去偷偷地買了三桶瓦斯 就趁他兒子在爐上洗澡的時候 他兒子住三的 他住二樓 那當時在買那個瓦斯桶瓦 瓦斯桶瓦把兩桶藏在他自己的房間裡面 等到他兒子去洗澡的時候 再把那兩桶拖出來 再把瓦斯蓋打開 讓空氣中充滿的瓦斯味 他只要一把火把他燒掉 整個房子都燒掉 所以他他兒子他媳婦兩個孫子 還有他媳婦肚子裡面那個兒子 八個月爆開 一共五四六命 人間慘跡 所以這個我們在讀到這個大不孝 是五五間第一 五五間第一 很可怕 所以你要事實的去把它化解 才能夠恢復父子有情的信德